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天氣播報 今天晚上開始受到美語封面的影響 美語封面在今年已經第三度的影響台灣了 這波美語封面滯留的時間偏長 大致上會一直持續到週五到週六的時間 正像說全台都是容易出現 正雨的天氣一直到週末 當然都是類似的狀況 要留意的是 局部可能會有短時強降雨發生 所以請大家要特別留意到 留意最新的整個降雨的狀況 溫度上來說也因為美語封面的影響 雲層增多了也有下雨的關係 所以正在說溫度會稍微的有所下滑 不過正在說濕度還是比較高一些 今天6月6號也就是我們24節氣之中的芒種 芒種也就代表著風調雨順 稻谷沉睡的一個現象 農民都會是兒手稱慶 那芒種在天氣上來說 代表的是天氣上已經變得比較熱了 也預告著即將要進入炎熱的夏季 也就是我們的盛夏 不過這週受到美語封面的影響 降雨的狀況還是比較多 我們可以看到 微信雲圖上面可以看到 在封面雲系大致上是從日本的南方海面 一直延伸到我們的台灣附近 但上雲層都會是比較偏多 並且即將會滯留到5-5天左右的時間 所以正在說雲層都會是比較多的 一些溫度也會有所下滑 看到降雨的部分來說的話 正在說降雨的雨帶 大致上也是從台灣附近一直往 西南延伸到中國的華南地區 都會是比較明顯有降雨的狀況 正在說降雨的情形會一直持續 4-5天我們看到中南部地區 也是持續受到西南風影響 有對有雲系移入造成降雨的狀況 我們看更詳細的 更小範圍的降雨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大致上就是降雨 從北部開始 已經開始有比較明顯的增多一個情形 在後續幾天 持續在海峽 持續會容易有對有雲系 並且發展移入到陸地 造成短暈陣雨或是雷雨的一個情形 要留意的是 在沿海地區以及山區 容易出現一些短時強降雨的狀況 所以請大家要特別留意到 如果有從事戶外活動的話 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句 並且多加留意 整個降雨的一個發展 我們可以看到 未來幾天的整個降雨的累積 我們看到從週二一直到週四 整體來說降雨都會是比較偏多 尤其在從南部到中部的山區 以及到我們的北部 其實全台 整體來說降雨的累積都比較多一些 那要一直等到週五 美女封面 開始慢慢的要逐漸往北台 北部的降雨還是比較顯著 所以整體來說 北部的整個降雨的累積還是比較多一些 不過南部開始 降雨有開始慢慢減少的虛勢 一直到週六 降雨還是會有 不過會更進一步的減緩 我們可以看到 接下來關心 未來一週的整個溫度的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北部地區的話 今天大上高溫還是比較熱一些 還是有來到二到三十三度的高溫 不過從明年開始 因為美女封面帶來比較多的雲層 也因為降雨的關係 溫度下滑比較明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未來五到六天 整體來說高溫的 大致上都是在二十五度到二十七度的 這個區間 感受上會相較於前幾天比較炎熱的狀況 會有比較明顯的變化 所以請大家在穿著調整上面 也要記得做一些調整 不過中南部地區 大致上變化還是比較小 在明後天雖然有一些 三到四度的一個降溫 不過在後續看起來整體來說 高溫都還是比較悶熱 尤其濕度還是比較高 所以還是比較悶熱的一個感受 最後跟大家重點提醒 今天晚上開始 北嶼封面已經達到 我們的北台灣的上空了 所以整體來說 西半部地區整體來說 都是容易受到對勇雲氣移入 造成短暫雲或雷雨的狀況 對勇雲氣會持續往東面移動 並且影響到我們的東北部 以及我們的東漫部地區 都也容易出現一些短暫雲的狀況 到了明天的白天 北嶼封面會持續的影響 並且持續滯留在我們的北台灣的上空 所以整體來說 全台的天氣都還是不太穩定 降雨的狀況會一直持續到週五 以及週六 才會逐漸的區緩 到週日才會逐漸恢復穩定晴朗 比較舒適的一個天氣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播報 七分之一 致見 更多的時 五次 三次 五次 二次 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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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次 五次 五次 八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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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